各位的工具箱 這個是T-Stack 系列 我很喜歡這個系列的工具箱 介紹一下 有這個 這是免箱 上面那裏就可以一格一格 可以放一些配件 然後下面可以放 有一個海綿 可以拿出來 放電動工具也可以 你不拿出來 戒掉電動工具的形狀 這樣就防震 然後第二款箱 就是格子箱 我非常喜歡這個 格子之餘 還用到旁邊的位置 真的用盡了位置 插一下批嘴 放一些轉嘴鍵都可以 如果不喜歡的話 整個上膏都可以拿出來 下面放電動工具 加上一樣東西是透明的 所以你一看就看到裏面有什麼 所以這個就很多師傅喜歡的 然後這個就是普通箱 也是一樣東西 放電動工具 放普通工具也可以 接著就 第二個就是這個 兩格櫃桶 一層有兩格的 即是可以 十八格 可以放一些普通工具 而且它方便 就是這樣一按就拉出來可以放到東西 好 過來這裡 我們看一下這些有 這個我們都見面箱 但是這個面箱 就是深一點點的 都是上個放一些配件 下面可以放一些高身的電動工具 這個就是高身箱 都是一樣的 跟這個面箱差不多 但是它就沒有面頭這個 一開就已經是 放一個吉箱 有一個小器 小器 好 再來 又是我很喜歡的 單櫃桶箱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一開出來 一盒 可以放配件也可以 你拿盒螺絲上去做事也可以 不要盒 有些師傅就不喜歡這盒 就知道盒就全部拿出來 拿出來有什麼好呢 我建議他們的車那裡 車中間那裡 就放一行 就全部放在盒子 我見過有些師傅做的 做得挺漂亮的 好 把盒子都拿出來 可以放到兩支 兩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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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下來的 有什麼好呢 電箱在這裡 都不用整個東西 上高拿出來 一開就已經拿到電動工具 所以現在多了人 就這樣就 放電動工具 然後過來這裡 剛剛就放了這裡 有T-Stack還有一個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 有四個喇叭 兩個SubUber 還可以充電的 這個有一個火牛 充電就可以 又可以聽歌 又可以用充電 10.8W 12W 至54W 都用到的 最後就是這個吸塵機 這個吸塵機 又是套在這些箱裡用的 Pipper Filter 還有一個remote 可以按到的 所以這個又是 新的吸塵機 很多人喜歡 放在那個工具箱裡 不用那麼煩 整組東西 阿華 你先站一站 好 還有什麼呢 這個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有些未介紹 香港未有 這個Torty 這個不錯的 唇膏可以放一抽 唇膏一拿就拿得到 如果有些東西太高 拿去也很方便 板車 對 這個下面的板車 有在 很方便 而且有六個鎖匙 可以鎖 所以都不錯 四個鎖匙都可以動 接著就是手推車 手推車這個 都是方便的 但有一件事我不喜歡 就是 如果拉到高 下面就不能向後 拿底下的東西 就有點困難 最後就是 這一本東西的最後 就有這個 單手抽的箱 上個都可以搭搭到東西 不過小心點 最重都是搭到百多磅 不要搭太多個箱 好了 這一本保證就完了 但是接下來呢 T-Stack 還有幾樣新東西出 有什麼新東西出呢 我都推出了出來 在群組 接下來會出了兩款新的 手抽袋 可以放進這些工具箱裡 一有課 就馬上通知大家 謝謝 拜拜